丁哥来了 今天我用一勺酱 来把一个很简单的家里面做的食材 干扁四季豆 做成升级版 五星级酒店才能吃到的美味 首先把四季豆摘成手指这么长短的段 来上一勺油 大家听 现在这个油温 听到噼里啪啦声音的时候 这个才是三四层的油温 如果油温噼里啪啦声音没有了 表面绿绿冒清烟的时候 这个时候 咱们的四季豆 就可以下去了 把它编成表面皮 成折皱状 像虎皮状一样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呢 你帮我点盖一心 然后转发一下 谢谢 锅里留上一点底油 放上蒜蓉姜末 把它爆香 关键酱一定要选好 这瓶精华精致的火腿干贝酱 选用的是精挑细选的精华火腿 能看见一丝一丝火腿肉 和整个的海虾 大个头的干贝 融合之后 掀上加鲜 拌面拌饭 都能让人食欲大开 编好的四季豆下去 根据自己的口味 适量的增加盐和糖 翻炒均匀即可 陶醉厨房 你的厨房百科